大家的印象中,蘑菇云无疑是毁灭的代名词 截止的2017年,有8个国家在地球各个角落进行了2000多次核试验 假设有机会站在核试验场上看着徐徐升起的蘑菇云 你是否会好奇面前这颗核武器有何等威力呢 本期我们就来讲讲如何科学测量核爆威力 核爆当量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标准 而有一种测量方法相对简单 你只需在室外的安全位置上引爆一颗核弹 在把握好距离,天气和时机 当冲击波到达你所处位置时 向上扔一把碎纸,通过纸片被冲击波推动的距离 就能估算出核爆当量 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叫恩里克·费米 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原子能之父 1945年的三位一体核试验 他通过营地与爆炸场距离10英里 纸片被冲击波推出去2.5米这两样数据 推算出三位一体核爆当量约为1万吨TNT 当然费米法算核爆当量 由于测量误差和设备欠缺 会有一点点误差 三位一体的实际当量约为2-2.5万吨 比费米的数据多了一倍 而杰弗利·泰勒有着更精确的估算方法 当然也更硬核一些 他认为,计算当量其实就是找出火球的半径大小 距离起爆的时间,爆炸释放的能量 和爆炸冲击波传播介质的密度 也就是空气密度揉 这四个物理量之间的数据关系 具体公式一开始长这样 其中C为待定常数 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叫量纲分析的原则 但为了避免大家上课睡觉 我们还是跳过公式推道 直接会计到结论环节 最后的公式长这样 这么一套下来 泰勒将数据带入公式 最后计算出的当量和官方数据 仅相差15%左右 泰勒的计算是如此精准 以至于结果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 数学物理及工程科学后 美国军方差点以为出了内鬼 现在你知道了 在足够的观测数据支持下 核爆火球的大小 蘑菇云的高度 厚度 存在时间等等 本身就是一种能够粗略估算核爆威力的数据 但是科学家们不满足于只停留在当量的层次 为了更好的研究 利用核能 他们还需要用更专业的语言去定义一次核爆 为此比高和比身便应运而生 比高是核爆高度 和以千吨为单位的核爆当量的立方根的比例关系 公式为这个 爆炸比高在200千米以上的核爆炸 都被称为高空核爆 除此以外 触底爆 成坑爆 无坑爆 低空爆 中空爆 高空爆 都以比高作为划分标准 举例来说 苏联在1961年引爆了一颗人类历史上 体积最大 重量最重 威力最大的炸弹 沙皇炸弹 它有着5000万吨的当量 约等于3800克小能耗炸弹 而这还是考虑到随风漂流的核爆尘 会带来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烦 从而减半后的当量 它自轰炸机中投放 经过了188秒 在4000米的高空中引爆 将数据带入上面的公式可知 沙皇炸弹的比例爆炸高度 就是H约等于108 属于低空核爆炸 有些反应快的同学 可能已经想到 在1963年 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签署后 一切除地下核爆炸以外的核武器施暴都被禁止了 地下核爆不会有爆炸高度 也不会有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让我们观测 那该如何衡量地下核实验的水平呢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引用的概念就是比身 一粒方米的土壤约有2.6吨 而一粒方米空气在标准状态下却只有1.29千克 再加上受到重力摩擦力和土壤性质影响 核爆能量在地下比在空气中衰减的更快 比身的公式也就不能完全照猫画火 但也没有差太多 只需沙下微调 变成纪律值与当量的3.4次方根的比 计算公式为这个 比身的重要意义在于衡量核实验是否会带来放射性污染泄漏 在这张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比身增大 核爆坑会逐渐从地表浅坑变为深坑 塌陷坑 最终变成一个封闭枪势 不过因为土壤结构地质条件的复杂性 保证地下核爆无泄漏风险的安全比身值并不好确定 安全比身从92到152都有 那么假设要在地下引爆一颗沙黄核弹 又不让放射性物质泄漏 最浅需要向下挖多深呢 我们取安全比身为92与152的中间值122 沙黄炸弹的当量不变仍是5000万吨 在接通电路后核联变反应瞬间释放 千万分之一秒后 核炸要周围坚固的岩石 就会在高温高压线变成气体形成冲击波 受核爆冲击波影响 爆点周围的岩石会出现无数的均裂 蒸汽沿浆放射性气体 在核爆巨大的压力下被强行挤进均裂中 或是直接以惊人的力度拍击到岩石外岩上 向周边引发地震波 一旦向上的地震波达到地表 大地瞬间便向空中跳起 之后随着压力消逝 地面凹陷便会形成一个火山口式的深坑 为了不让放射性物质炸破地表 从深坑里逃逸 我们将122 5000万吨带入攻势 就能得到最浅需要2940米 也就是说理论上只需要向下挖约3000米 也就是人类挖过最深的洞的四分之一 便可在地下安全引爆沙黄炸弹 而当时间终于来到1996年 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签订 要求迭国承诺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核实验 之后 除了少数国家冒天下之大部位 进行热核实验 各国基本都依托现有数据 在计算机与实验中进行模拟核实验 就和铁幕这个对我们和父辈无比熟悉 对我们来说已然陌生的概念一样 热核武器实验与腾起的蘑菇云 渐渐也变成了原则上 只存在于想象中和屏幕里的东西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不是吗 这里是小满叔 谢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还不错 就点个赞吧 支持一下我们 下期见